干货全拿走,开店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屏幕王老师 之前我们教过大家一期白面火浪 今天教大家做桥面火浪 桥面一加二两 白面八两 再加入十克盐 八克碱 搅拌均匀 丰富加入450克热水 边加边搅拌 桥面减以及水充分融合后 你看,慢慢的颜色就出来了 水和桥面搅拌均匀后 再串成团 今天我们用的是苦桥 所以和尘的面团成草黄色 如果用的是花桥的话 做出来的面团成生褐色 和尘的面还是做到旁边 手光,然后拿出,揉一揉 揉到面光 揉好的面,搓成面棒 然后刷油 蜂蜜醒面三十分钟 这个面醒一醒 压出来的桥面火浪 更光滑,更劲道 而且不易断 我们陕西人吃火浪面 离不开肉臊子 接下来我们炒制一个 火浪面用的肉臊子 肥肉我们贴成小一点的薄片 酥肉我们贴成厚一点的大片 起锅烧油 油烧热后 下入肥肉 肥肉炒到出油 发干 下入瘦肉 肥肉和瘦肉分开炒 肥肉做出来吃着不腻 瘦肉炒到发白 加入白酒 油烧炒 然后再加入葱花姜末 炒香 再加入老抽 给肉上色 然后再调入盐 胡椒粉和香料粉 香料粉的配方 我已经打在屏幕上方了 一斤肉 加入15克盐 8克香料粉 三克胡椒粉 再加入辣椒粉 给油刷色 把油的颜色 红凉后 加入水 烧开后 改小火 用小火 慢慢把肉冻熟 出来肉烧子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素烧子 素烧子是红萝卜 豆角 豆腐 开水下锅 焯熟后 用凉水过凉 调入酥油和盐 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们开始压 桥面 火烙 醒额的火烙面 开水烫一下 放入火烙鸡 压火烙面 压好的火烙面 笔直光滑 压好后 去段 竹刀飘起的火烙面 你看 颜色黄亮 很净的 火烙面 煮之后 捞出 放入凉水中 过凉水 煮熟的火烙面 你看 抠抠彈 调碗底 放入盐 花椒粉 味精 加入香醋 酸水 过凉的火烙面 用面汤回热 加入碗中 加入火烙面汤 加入酥勺子 肉勺子 一定要带肉汤 买一买的一勺 油破辣椒 最后 撒上韭菜 这样 我们桥面火烙 制作完成 拌开 你看 面条 净到光滑 虾味 扑皮 最后 我们回复总结一下 做桥面火烙的要点 做这个桥面火烙 一定要配比正确 用热水 和面 一定要把面 揉透揉光 行到时间 才能提出面的韧性 和劲道度 煮熟的火烙面 记着一定要过两水 去捡味 不然吃到嘴里 冲冲的 今天的火烙面教学 就在这里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 动手 做美食 在家成为美食达人 出门成功刹业 当老板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